三重中央福伦社每年暑假都会举办青少年领袖奖训练营活动 邀请到各界专家来和学生分享 希望训练学生的沟通技巧和冲突管理等知识 未来能够成为优秀的领导人才 由三重中央福伦社举办一年一度的福伦青少年领袖奖训练营 今年在福仁大学顺大举行 这次依然邀请各界专家来和学生面对面分享 我们的用意就是请了很多的职业专家来讲师来教导 给我们的学生吸收了很多新的知识 在社会里面他就很了解到社会 你们以后出到社会要怎么样走出这一方面的一个成果 不少学生已经连两年参加这样的活动 通过主办单位规划的两天一夜的课程 学生可以学习到课堂以外不一样的知识 对未来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觉得可以了解一些他们 uncle他们在制作活动 他们在帮我们举办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用心 然后还有他们请的这些讲师 就是真的是对我们未来有帮助的 就可以对我们未来规划这样会比较好 中央福轮社南区福轮社从1989年开始举办青少年领袖营 多年来陆续有其他的福轮社加入 让更多青少年有体验的机会 也培育出不少优秀的领导人才 记者沈志佑林静瑜新庄采访报道